西游记在拍摄时 发生了一件让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说起的好像像迷信似的 佛家说佛有三身 而在整个西游记的拍摄过程中 唐僧也正好是换了三个人才拍摄完成 而发生在他们三个人身上的故事也十分离奇 第一位唐僧的扮演者叫汪月 当时杨洁到北英玄演员时 一眼就相中了外表卢雅的汪月 汪月剃了光头以后 扮相完全符合杨洁心目中的唐僧模样 但是他没有和尚的气质 于是杨洁导演便安排汪月到北京的法人寺 去跟庙里的和尚同吃同住半个月 但是汪月只待了十天就跑回了剧组 汪月回到剧组后 并开始潜心钻研角色 还特地将唐僧头上的五佛官进行了改进 但这一切努力换来的却是否定的声音 试拍了两集后 大家对汪月的表现都不满意 就连电台的领导也强烈要求杨洁导演把他换掉 因为大家认为汪月饰演的唐僧一脸骨香不够大方 但是杨洁导演却说这是实拍 大家都经验不足 希望台里的领导能多给年轻人点机会 让汪月留下来继续拍摄 在杨洁导演的请求下 台里的领导答应让汪月留下来继续拍摄 在随后的拍摄中汪月也不负重望逐渐进入了状态 可就在杨洁导演感叹自己没有看错人的时候 汪月突然找到了杨洁导演 对他说自己想抽空去拍一部电影 原来是著名导演韩三平找到了汪月 希望他能出演自己电影的男主角 对比前途未补的西游记 汪月觉得韩三平的电影更有发展前途 所以他找到杨洁导演 希望导演能让他抽空去演电影 我说那你就去演电影吧 我这里不是补丁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汪月经过一番考虑后 还是觉得韩三平的电影更有前途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汪月离开后 剧组就开始寻找新的唐僧演员 这时徐绍华正好来剧组面试小白龙 当徐绍华画好小白龙的妆后 杨洁导演觉得他一身儒雅之计 没有阳刚之计 于是就让他画了一个唐僧的妆 当徐绍华穿上唐僧的衣服后 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演唐僧 就这样徐绍华成了第二任唐僧 虽然徐绍华没有去寺院体验过生活 但是他非常聪明 在杨洁导演的指导下 他很快就有了和尚的气质 就这样剧组顺利拍完了困球五行山 侯王宝唐僧 技术猪八戒等八个片段 就在整个剧组准备甩开膀子往前冲时 徐绍华却突然找到杨洁导演 说自己的剧团给自己报考了山东省艺术院校 他要去参加考试 杨洁导演问他是不是也要放弃唐僧 但徐绍华却说自己只是去参加考试 考试完就会回来继续拍摄 杨洁导演也觉得年轻人拿个文凭是好事 于是就动员大家加班把唐僧的戏线拍出来 让徐绍华去参加考试 但是徐绍华考试完回到剧组后 他向导演提出了一个让导演为难的要求 就是让中央电视台出面和山东艺术院校去交涉 让他能够不上学就拿到文凭 杨洁拒绝了徐绍华的要求 剧组哪那么大面子能够左右学校呢 但徐绍华却说中央电视台能办到 当年倪萍就是这么拿到的学历 杨洁导演只好说自己去台里问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杨洁导演最后还是问了他一句 如果办不下来你是选择去上学 还是选择留下来继续拍摄西游记 徐绍华明确表示 即便办不下来他也会选择留下来拍西游记 可就在剧组准备到苏州去拍女儿郭的戏份时 徐绍华却突然失联了 杨洁导演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徐绍华后 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徐绍华和他的爱人上学去了 于是杨洁导演立刻联系到学校教务处 让徐绍华回来拍戏就这样徐绍华勉勉强抢回到剧组 拍摄完了女儿郭的戏份 为了能让徐绍华继续留在剧组拍戏 杨洁导演安排了两个制片 跟徐绍华一起回到山东艺术院校 看看能不能让徐绍华不上课或者少上课 照样能拿到文婷 但是等那两个制片到了学校后 学校领导告诉他们 徐绍华明确表示过 学业比拍戏更重要 随后两个制片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洁导演 杨洁导演特别生气 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台长阮若林 杨洁导演看到台长也支持自己换人的意见 于是就开始寻找第三任唐僧 一天杨洁导演忙完剪辑工作 正准备下楼吃饭时 与池冲瑞擦肩而过 杨洁导演觉得他气质不错 于是就叫住了他 但是由于楼道的光线太暗 杨洁导演没有看清他的样貌 就把他叫到剪辑房 当杨洁导演看清了池冲瑞的样貌后 觉得他就是唐僧的不二人选 于是便问他愿不愿意演唐僧 池冲瑞回复道非常愿意 杨洁导演继续问道 演唐僧要剃光头你愿意吗 池冲瑞则幽默地回复道 我本来发着也不好 正想剃光头呢 就这样池冲瑞成为了第三任唐僧的扮演者 由于池冲瑞本来就是佛教信徒 所以他非常喜欢唐僧这个角色 他也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地走完了最后的取经路 成就了正果